好,同学,我们看一下760页 16-4,左上角那边有一个table table讲的是说车子的重量 跟车子每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 之间的关系 希望能够找出来 建构一个针对每公升能跑多少公里的回归 所以你的Wire,你的一变数是Miles per gallon 就是每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里 这边是每一家轮可以跑多少里 同学,每一家轮是几公升啊 每一里是几公里啊 那都没有人知道 不可以啊,考生完会考的 这个申管有关啊 跟统计学虽然没有那么关系啊 但是跟申管有关啊 待会会考试,我跟你讲 偷偷透露一下题目给你们 告诉你 一家轮是四公升 一里是1.6公里 所以如果人家讲 28.7 miles per gallon 一家轮可以跑28.7 mile 请问你可以换算成为一公升跑多少公里吗 一家轮四公升嘛 四公升可以跑28.7乘1.6 28.7乘1.6是几公里 除以四就出来了嘛 就换算出来了嘛 所以这个是common sense要会啊 一公升是多少加轮 四分之一加轮嘛 对不对 一公里是几里啊 1.6分之一里嘛 对不对啊 所以你可以把这单位做一些基本的解决 这是想到申管突然就想到了 待会申管可能会考这种题目 OK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车子的重量会影响它 每一公升会跑多少公里 会不会 会不会,你告诉我会不会 车子如果越重 车子本身用的钢板越厚的话 对不对 你是不是 你的油里程是不是越不经济 每一公升跑的东西是不是就很喘 大概不会跑那么多 台湾的车子啊 我跟你讲啊 大概平均一公升大概跑个10公里 11公里就很不错了 我跟你讲 一公升跑10公里 11公里 车子就不错 好一点呢 看10,15公里有没有 很少看到能够跑到20公里 一公升跑20公里 等于多少 等于20公里 20公里等于多少 一加轮 一加轮乘以4 所以一加轮跑多少 4乘以 一加轮跑60公里 开玩笑 一加轮没有跑60公里 一加轮在美国 大概只有多少 就是30公里 就非常强了 30公里就非常强了 所以一公升我告诉你 一公升台湾车子大概跑不到10公里 一公升跑不到10公里 好那里有一个概念 台湾的车子一公升大概10公里不到 好一点的10,12公里 这样而已 已经很强了 那这边是一加轮跑28.7 miles 那重量是2289磅 这个是呢 磅 然后呢 右边是 然后呢 他把这几部车子 一共多少部车子 123456789 1112 12部车子 点成下方 760页的散布图 明显看的是 负相关 好像是一条直线 应该是没有问题 R2也高达93.5% 一切似乎非常完美 那只是有一个 unusual observation 第三点呢 它有一个不寻常 它是右手边一个大R 2.26大R 所以这是什么点 有大R那是什么点 outlier 对不对 有大R那是outlier 那inferential observation 是大什么 大X OK 所以这是outlier 这个outlier有一点 那么 底下的 这个标准化的 蚕云像的发觉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啊 它不是像一个喇叭状的 有没有 这越来越放大 越大越微信越大 有没有constant variance 它没有constant variance 它不是一个 一致性的一个变异处 所以它越来越放宽 所以违反的越来越放宽 老师告诉你 以后你看到了 你的 残余像分析 要么是越来越窄 要么是越来越宽 碰到这种情形 我跟你说 你要怎么去 做你模型的调整 你知道吗 像这样的图形 现在你看 它是这样子 你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 或者是说 你变化幅度越来越小 像这种越来越大 越来越小的话 就是告诉你 你的transformation 你有必要把你的模型 做一个调整 怎么调整呢 它说这种情形 基本上有两种 transformation 一个是把你的 自变数 不是自变数 一变数Y 取对数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取相反数 取反数 你想想看 LogY配合Y 产生什么效果出来 如果这是Y的话 同学你看一下 这个是Y 这条线是Y等于Y 这条线是Y等于Y 四处多少 这个区 没关系 叫Y等于Y 它等于它自己 等于它自己 不就是这样的吗 四处多角 这边是多少 它这边就多少 这边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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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于它自己 对吧 那这条叫什么 这条是你的Y是多少 就变成LogY 对不对 我原先是X 我现在变成LogX 我原先是Y 现在变成LogY了 所以显然Y等于Y的这条线 也就是Y好了 我们先看这Y好了 Y比LogY 大还是小 你告诉我 Y比较大还是LogY比较大 Y比较大呀 对不对 LogY是说你呢 必须要那个E的 多少次方才会变成Y 你要把它放大多少倍 乘以自己乘多少倍 才会等于Y 那我的Y就是Y Y就是Y呢 那你那个LogY是说 你必须要底数 要乘多少倍才会变成Y 所以你要放大多少倍 才会变成Y 所以那个放大的倍数 当然显然的就不如Y了 所以Y是比LogY还大的 那现在你看看 你为什么要把它变小 本来是不是Y 本来E变数是不是Y 现在把它变成LogY 是不是缩小了 缩小以后呢 让它变成是 你看你这边残余像 残余像是不是很大 残余像这边比较小 然后越来越放大 如果你把你的Y 你看我们的残余像 是不是这样子 Y减掉Y hat 就是你的质变数减掉 回归固色线的那个值 这两个差距就是EI 由于这个EI呢 不听话越来越大 怎么样把它下降呢 怎么样让它抹平呢 至少不要让它放那么大 缩小它放大的幅度 怎么变 把这个Y啊 不要再像原来Y那个样子 把这个Y变成LogY 可不可以 这个地方变成 这个变成LogY 就是你的Y都变成缩小 让它整个的幅度 通通要缩小 Y变成LogY 然后你这个Y' 当然也就是LogY的结果 所以通通对了LogY 那你看 本来Y那么大 Y现在变小了 变小以后 就很有可能会让它变小 Residual变小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把你的Y变成Y分之一 Y变成Y分之一 整个值也变小了 Y越大 它这个导数不是值就越小了 这两个方法 都是常用的方法 你看760页 最底下那一段文字 也告诉你 你可以这样做 Often The problem of non-constant variance can be corrected by transform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o a different scale 这边讲的是scale scale就是它的幅度 它的规模 它的规模 缩小它 它本来越来越大 缩小它的规模 就可以有望 可以缩小它的 变小它的 变小的 那个放大的幅度 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 七百六十三页 这个中间数了一二三四 第四段 Another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non-constant variance is to use one over 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stead of y 这两句话 画一下先 那它告诉你 如果你有发现这种 采用影像 越来越放大的结果 你要缩小它的scale 你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的任何一种 而你采取以后 并不保证你模型一定就一定会正确 它只是告诉你 你可以用这两种方法 转换以后 然后去放到minitab去实验一下 看它结果怎么样 如果结果很好 那就不会 那是OK 如果你放进去minitab 结果还是不好 再修 所以这两个方法 给我们同学做参考 那这边呢 它一样的这样做 它把它变成logarism以后 大家看一下 七百六十也最上面 那一行 它说most 大部分的统计软体 都有一种功能 可以把你的资料 换成为logarism 可以把它变成logarism的这种资料 它有这种函数 minitab回去试一试 那么跑了以后 现在呢 它真的把它变成logarism吗 那你就是说 车子的里程数 变成log了mpg 本来是mpgmiles per gallon 现在变成logarism miles per gallon 其他都没有变 weight 是同样的weight 这样一跑快的结果 你R2的值 从原来93.5增加到 现在94.8 比较好了 那么重点是 它的 F值也变大了 P-value P-value 一样都很小 那最重要是 它参与项分析 变得比较像化一点 你看本来16-10 是一路看起来 就像一个喇叭一样 是大声弓的样子 那现在在762页 这边16-10那个图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像 一个喇叭的形状 就看得比较可以接受 虽然还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至少呢 你可以看出来 它比较趋近于一个带状的形状 比原来好很多 看到没有 所以这例子告诉我们说 你的模型 怎么去做一些转换 一些变化 可以让你的模型回归到 比较正确的模型上出来 那么16-7 763页这边 那个历史刚刚老师讲过了 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线性的 但是我可以做处理 处理以后变成 底下16-8 再变成16-9 都一样都可以回归到 线性的架构 所以它是一种 广义的线性的格局 所以以上的16-1这一节 谈了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要让同学熟悉 你以后一笔资料给你 去找它的回归模型 你去跑 你一看F减定 你一看T减定 你一看R2 然后再考什么 再看它的参与项分析 然后你一看 你觉得不好 然后你做换 调整 你第一个例子谈 你First Order可以变成Second Order 加一个X平方 因为它有一个曲线状 第二个例子谈 你可以有一些变数 彼此间有互动 联动的效果 一起产生作用 碰到这种情形 记得要加一个 相成绩的像 第三个例子 如果你的残余项分析 越越放大或越越缩小 你可以采用Logaryng Y 把你的一变数 做转换 转换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用 对数 一个是用导数 这样的方法 阿斯科尔高的意思是说 你的自变数 跟你的一变数之间 相关的程度非常好 可是非常好 并不是代表 你没有好的那一部分 你知道吗 我们所谓的SSE 这个EI呢 这EI就是残余项 而且残余项呢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他会画一个图给你看 像这样的图形 猜一下 阿斯科尔看得不错吧 是不是很低 开始发觉呢 他猜一下呢 越往右边的时候 这个豆芽越来越长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EI的值越来越大 EI的值越来越大 就像刚刚这个样子 就越来越放大 所以整体来讲 R210相当不错啊 可是为什么R210 很不错 但是才有一项的特性 却显示出来 它违反了Constant Variance 那个条件 所以R210虽然很高 并不代表你的模型是好的 所以这个历史充分告诉各位同学 不要只看R2的高低 只看R2高低 你只看到问题的一面 还应该再做残余项飞机 都是什么 都许漏的 变成新的 对 Skale变小了 本来是以千万计 现在所有的房子 是不是都以千万计 台北市的房子 都以两千万三千万计 每一瓶都是五六十万 现在把它如果有望 在未来这两年 可以把它降低到两成三成的话 虽然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果 但是整体来讲 不再是千万计 一百万计 对不对 一百万计年轻人都可以买得起 所以它那个差距 这个Scale 就是那个幅度 从千万 从大联盟 变成3A级的小联盟了 全部都缩小了 是这个概念 OK 有没有问题 可以哦 可以哦 好 继续往前看 有时候你的模型啊 是这样子 现在呢 你在考虑 要不要加一个新的 加一个新的 值不值得 要不要把 原来如果是这个模型 要把它变成这个模型 把一个拿掉 但你在做回归的时候 就好像你坐在那实验室 你要添加这个化学 这个化学剂 我化学不好 没法取很好的化学历史给人 NA加CO 变成什么 NACO 这个还记得 记得那个有CR CR叫弱对不对 弱是什么颜色 二氧化弱是什么颜色 弱叫什么东西 会变成 哪一个化学比较好 快告诉 弱 CR CR叫什么东西 你们叫各 我把它练成弱 这个 对不对 CR 对不对 CR加什么东西 变成红色的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OK 总之我很久 很久没有这个概念 那你 你加个什么东西下去 让它氧化 颜色是不是就沉淀 然后就跑到那个 容易下地下 对不对 好回归一样的概念 在电脑面前 你加一个东西下去 你加什么东西 加一个新的自变素下去 对不对 或者是 你原来是这个样子 你说 现在不行 现在必须要把某一个自变素 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回归 变成这样 你要加一个新的化学药剂 或是你不要这个新的化学药剂 你坐在实验室那边就这么实验 所以跑回归啊 如果你有耐心去跑 你会发觉就好像能做实验一样 在实验室以后做实验一样 加一个 减一个 以何为准 以何为判准 我跟你讲 以这个东西做判准 现在在讲这个概念 他说 你只放一个 自变素的时候 SSE啊 你的SumSquid Due to Error 把它叫 是由一个自变素所构成的 SSE 你加了一个进去以后 是由两个 自变素所构成的SSE OK 请问一下 这个量比较大 还是这个量比较大 只有一个自变素的SSE比较大 还是 两个自变素的SSE比较大 你们忘了一个概念了 老师跟你们讲过了 我们不是说吗 在回归里头我们可以证明哦 自变素的个数越多的话 SSE越大 所以才会构成放水 灌水进去 对不对 所以人们都喜欢 多加一些自变素 因为R2是可以冲高 所以才会产生说 那我们不能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实质的 你都要瘦肉不可以肥肉 是吧 所以我们就调整了R2 变成叫什么R2 Adjusted R2 Adjusted R2就这样来了嘛 对不对 Adjusted R2告诉你 你的P不能太大 你P大的话 Adjusted R2是一定下降啊 就是要限制你的 自变素的个数 不可以增加太快 所以希望你的模型啊 越精简越好 自变素个数比较多 好吗 所以现在你看看 你放了两个自变素 下去以后的SSE 由于R2会升高 什么东西变大了 多放了自变素以后 什么东西变大了 还是没反应 OK好没有反应 再看这边 常常要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方程式啊 记在脑海里头 你如果R2会增加 SST一样不变啊 各位同学 SST是讲Y 这个有变吗 R有没有变 Y从来没有变过 变得只是你右手 变这X啊 所以所谓的R2增加 这个没有变 是这个再增加 SST增加 然后SST增加 所以SSE零下降啊 因为这个不变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变素 越放越多的话 是什么东西增加了 那什么东西变小啊 S一变小 所以哪一个大 这两个哪一个大 下面 这个再大啊 这个小啊 所以你去研判说呢 我值不值得把这个新的 自变数 不是新的自变数 我要不要把X2 把它移开 或者是把X2加进去 我就算这两个相差 还没有变化之前的 SST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加了一个进去以后 SST变小 变多少 少了多少 少了这么多 少了这么多 原来是因为 少了一项 自由度是不是增加一个 是不是增加了一个 就是因为增加了一个吧 所以 它之所以会少 是因为来自于 一项之变 一项之增加 或一项之减少 自由度 一个变化 所以我除以一 这样懂意思吗 那这个东西代表 一个自由度的变化 造成SST 产生多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量 必须要去跟 某一个东西做比较 跟什么东西做比较呢 跟一个标准 去做比较 看 跟谁做比较 你加了一个以后 变成是两个 变成两个以后 这是原来 原来的模型 这个是新的 完整的 模型 这两个模型 差别就是一个是 多增加了一个 我们往往把这个模型 叫Full Model Full 就是完整模 这个是什么 Reduce模 Reduce Model Reduce Model 就是什么 就是 这叫什么 这叫完整版 那这个应该 Reduce Model 应该叫什么版 限量版 有限版 减少了吧 就是没有像原来 那么大的版 所以1.0版 这是2.0版 1.0版是什么 1.0版叫Reduce Full Model 就是2.0版 或者3.0版 就是越来越 越完整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比较了 对象 比较了 跟谁比啊 跟那个完整模型的 MSE来比 这个就是完整模型的MSE Full Model 的MSE 你看是不是SSE 去除以它的自由度 SSE自由度是多少 N-P-E 对吧 这MSE 那也就是说 我在完整模型的MSE 为基准之下 MSE意思是说 平均每个自由度 造成多少的SSE的变化 以这个东西当基准 我来检验 我现在少了一个 或是多了一个 自变数以后 造成SSE的变化 这个一个 自变数的这个变化 跟原来 平均每一个自由度上头 造成了SSE的变化 这两个 通通都是单一 一个自由度之下 所产生的SSE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 到底 跟这个标准比起来 有没有比人家大 还比人家小啊 这个比例有多大啊 这个比例如果越大的话 越怎么样 这是标准对不对 封母是标准 如果这个比值大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X2 这个自变数 对于整个模型 所产生的变化 越 我讲是大 所以分子 除以封母 如果越大的话 代表现在 这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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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由来 是从哪里来 分子的由来 从哪里来 是因为你 多增加的X2嘛 你多增加的X2 所造成的SSE的变化 是不是分子 分子除以 父母如果很大 代表什么 大增一点 对嘛 就等这句话 等那么久才出来 X2 所造成的这个模型 X2这个单一的 这个自变数 对于模型 所造成的冲击 是高于一般水平的 是高于标准的 父母是不是 这种标准的概念 父母是说 我平均每一个自由度 按你讲 MSE应该是多少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种标准 什么事情 到了某一个地步 是不是应该都有一个标准 对吧 那现在分子 由于X2的加入 造成SSE的变化 这个变化量 是高于一般水准的 代表这个冲击 是不是比较大的 冲击比较大的 这样的自变数 要不要忽视它 应该忽视它吗 要不要忽视它 忽不忽视是看什么 β2等于0 现在我捉了一个 我的X2进去 我的H0就是叫β2等于0 β2等于0是什么意思 X2 前面的系数等于0 叫X2 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意思就是X2 不显住 对不对 不显住 X2不显住 这个假设 随着这个笔值 如果增加的话 X2不显住这个假设 应该怎么样 拒绝接受 等于0 这个假设应该被拒绝 还是被接受 拒绝接受 拒绝接受 拒绝接受嘛 拒绝接受它 简称叫拒绝 是不是拒绝它 因为你比一般水准还高啊 所以代表它是有影响力的啊 它会造成冲击的啊 所以它等于0呢 这个假设 这个H0 应该把它reject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就以这个判准来决定它 以此呢 写一个 大家比较能够清楚的 一个写法 我们说它是这样子啊 说它 SSE reduced 减掉 SSE 4 除以 这个 extra terms 多出来的项 除以 SSE 4 除以它的 自由度 N-P-E 这是 这是一个general 广义的一个表现 general formula 广义的一种表现方式 用这样的东西来表现 刚刚所讲的这个东西 只有 单独做 这个是reduce 这是full 只是一个 自变数字差别而已 所以我们写这个样子 但是 广义来讲的话 应该是显成这样子 这样的写的话呢 同学你看一下 写在哪边 写在16至15那个设置 769页最底下 reduce SSE 那除以 number of extra terms 这应该 前面加一个 number of extra terms 所以你多增加的 这个terms 有几个terms 然后记得要除以 full model的MSE 是在16至15那个设置 那你如果 就一般来写的话 你可以写成为 像16至13那个设置 同学 16至13那个设置 是为了要检验什么 为了检验呢 H0 H0是什么 他那个H0是说 你原来是16至11那个设置 现在增加 Q加1 Q加2 一直到P 增加这么多个 多少个 P减Q个 自变数加进去 就变成16至12那个full model 所以我们要检验 这Q P减Q个自变数的 加入 到底值不值得 它是不是应该 加入进去 我们检验的H0 就是所有的β都等于0 所有β都等于0 所以是一口气检验 这P减Q个自变数 应不应该加进去 模型里头 所以一起检验 P减Q个 所以写法就是 β的Q加1 等于0 β的Q加2 也等于0 一直到最后 βP也等于0 所有的加进去的β都等于0 意思是代表 所有的自变数 加进去的自变数 都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写代分子 所以就是SSE 原来只有Q个的SSE 减掉 现在你有P个 这么多的自变数的SSE 所以extra term是P减Q个 除以整个 整个的话呢 就是全部P个的MSE 对吧 这是它的Full Model 这个形态 那现在看一个例子 我们左手边在768页 16-10这个Model里头 我们来看看 刚刚所讲的 你的多加了一个 多加了一个的SSE 产生多少变化呢 同学你看一下 767页最底下 SSE只有一个自变数的时候 SSE是8.029 现在增加了一个下去以后 SSE减少为2.299 所以减少多少 减少5.731 所以5.73除以1 再除以呢 你的SSE是2.299 就除以呢 你的N-P-E是7 所以除出来的结果 你F比值是17.45 17.45 这个时候的F呢 它的自由度是多少 1 然后下方 这是N-P-E N-P-E是7 所以170.05 跟这个东西做比较 同学你看一下 17.45去跟 5.59 5.59是x表所得到F值 显然比它大很多 好比它大很多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分子所带的影响力 是不是很大 因此这一项 是很关键的 x2是很关键的 所以加进去 所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应该说 它的效应等于0 也就是不应该把它排除掉 所以拒绝H0 H0现在是谁 这个提问的H0是谁 是这个 比较数等于0 这个H0 这个被拒绝了 好 这边就去 这样懂得意思吗 所以general case上头 也可以做这样的表示 那么 也可以去看看呢 这个翻过来770页这边 那你当然也可以用P-Variot的方法 去算它了 P-Variot当然也都可以做了 电脑报表 它可以帮你提供一个P-Variot出来 整个这个值变很大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你多增加一个进去以后 造成它缩小的那个幅度 缩小的幅度是归于X2的 所以因为我现在多增加这个X2 造成这个量呢 小到这么多 好比说 这边原来它不是说原来是8点多吗 现在变得多少 2点多 这一线缩缩了多少 缩了5点多 对不对 5点多去除以这个量 这个量原来只有多少 看原来这个历史 原来这个历史只有多少 只有0.328 这0.328 那你像5点多之间 0.328的几倍 十几倍 对不对 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十几倍代表 多人家多很多 比别人家十几倍 那你这个效果很明显 不可以忽视 所以等于0的这个假设 要把它拒绝掉 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你问题 SZ很小代表SSR很大 代表X2放进来以后很好啊 很漂亮啊 我们看的是SSR 大概你把它搞混 SSR越小越好啊 不是吗 小代表我X2带来的效果很好 SSR大了 SSR小了代表SSR大了 对不对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就是SSR变小了 不要忘了 SSR叫做Sumptive Due to Error Error是不是小了 效果好的意思 纯粹是做R2上头来讲的 R2不要忘了 R2是SSR除以SSR SSR除以SST 所以SSR是SST 减掉SSE去除以SST 效果好指的是这个好 这个很大 这个很大代表这个小 所以如果现在变成2点多 这个小很好啊 所以你参与这样的那个 Sumptive是小的 对啊 X2可以放进来啊 所以X2等于0 X2不应该放进来 这个假设应该被拒绝掉 对不对 那它好啊 那你H0说它不要啊 贝勒杜等于0这个假设就被拒绝掉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问题